1. 桌子上的升降锁从里到外依次是锁定档、上升档和下降档 2. 桌子升高 将两边升降锁的旋钮转到上升档 用一只脚踩在桌腿连接杆上 双手向上抬起桌子直到合适高度 把旋钮转到锁定档进行锁定 3. 桌子下降 将两边升降锁的旋钮转到下降档 然后用两只手往下压桌子 直到合适高度 把旋钮转到锁定档进行锁定 椅子的降低操作也是如此 4. 桌面最初是水平的,适合写字 用手轻抬起桌面就上升了,适合阅读 继续用手抬桌面,桌面继续上升,适合画画 如果回到初始位置 只是用手一直按住两个连接轴上的按钮 5. 桌面上的隐蔽阅读架 通过前后轻移可以调整阅读角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